8月 大家是多麼心愛香港這個國家 喂喂HelloHello 大家好 今日是2023年7月26日 跟大家跟进一下这个本港的一宗交通事故 同时间讲回因为有几个是游客来的 于是他保险方面可能有点问题 那我们就首先讲了这个新闻题要先 然后再去看看那段路段是怎样 接着我们再看看美国的旅游警示 同时间再去看一下他保险方面会怎样 哇这件事真的都挺大事 告示打道那宗车辆事件的士的乘客全部都是游客 三名的成年人都没清醒的 女童就稳定原因是因为他小一点 那些大人就撞到一些东西 那还有应该就是那些大人有事的时候 尽量保护那小孩 话说7月25号告示打道 夜晚发生严重的车辆事件 一辆的士在这个世贸方向对开 那个的哥不是很老的 就同一辆重型货车 那辆是吊臂车来的 就发生撞击 整辆刷了进去吊臂车底 那你辆吊臂车这么重型这么硬正 那没办法啦 肯定是那个的哥有事 还有隔离那个乘客坐前位那个 司机已经是救不回的了 警方怀疑呢 洗自世贸中心对开的时候收制不及 铲到进去前方吊臂车的车底 另外一男两女 还有一个女童 那类似家庭组合的 还有他们是外国游客喔 即不是本港居民啦相信 就送往这个玛丽 绿敦寺和东区 咦分开送都有的 那就是人手不足 就只能够分流啦 每个负责一个 现场唯有一堆杂物 红色铜装鞋 玻璃碎 的士挡风玻璃有这个缺跡 王竹坑最近那单呢 应该是个女户啊 就突然间心急 那跟着控告了那个货车司机危价 但是这个呢 就是吊臂车因为路面的状况减速 他没看后镜啊不知道啊 那于是乎美徐的士收制不及啦 那但是他应该都几快下 当时 运输署就表示 晚上比较繁忙时候啦 8点45分 告示打到往中环方向近世贸中心 部分行车线关闭 那不知道第二招整不整得好了 因为那段路呢 就去红隧的啦 再加上他最近搞这搞路那些 海底隧道计划 随时有来个大塞车的第二天 你很多交通人士一看这单消息的时候呢 第一时间想就是第二招红隧开不开到啊 刚好在路口位 那目前要周围在备车啦 4名受伤的男女乘客 初步得适是游客来的 其中2人呢在深切治疗部 有一名3岁女童 那似乎她的吊臂车又没什么 是要拖走的士 那所以都很快解封到的士司机 的哥 60岁 姓謝 即是你不是80岁那些来的啊 去到9点13分的时候已经救不回了 即是很短暂的 8点45分公布 他送到去9点13分而已 可能抢救的时候呢 都还有少少生命迹象 另外啦 就是43岁姓C的男乘客 69岁姓张的女乘客 和41岁姓罗的女乘客 还有一名3岁的女童 而男乘客和女乘客 都似乎是美国人 身上呢 有美国驾驶执照 另外一名69岁的女乘客 就是中国身份证 那目前未搞清楚 几人的关系 那吊诡的事情就是呢 有另一名 駕电单车的人士 就协助抢救啊 当时呢 坐前排的男乘客 已经没有反应了 另一名女乘客 似乎 有说过一句说话的 就说不应该坐这辆车混云 那由于这名铁骑士呢 那些人见他朝向这个的士那里 就好像想拉人出来啊 各样那些 那是很害怕的 其实那时候 因为你一有这些事的时候 你不可以乱来的 有机会他们有骨折 尽量来说是 如果现场没有危险的时候呢 交通条例啊 就是没有火啊 各样啊 那些行 你理论上是尽量不要搞这些伤者 你最多看一下他们清醒与否各样 Footage 时间 现场 和大家看看这个告示打道啊 告示打道就比较近海那条 就是上面呢 你看到告示打道四个字啦 虽然小一点 要放大个地图才见到的 那接着呢 会展那里 有个地铁站 走过去 说都走很远下的 好像 因为他应该是based on 铜锣湾站啊 还是湾仔站那一头 那这条告示打道 我们走进去望一望 其实你有很多桥的 下完桥跟着又上桥 那你那些位呢 就很容易炒车啦 这里应该是新鸿基项目啦 我见到新鸿基的logo 那过来这里就是告示打道 你有得爬头 有爬头线啦 那接着呢 这条告示打道对开呢 那些铜锣湾那些楼啦 那这条桥上去 那去大坑那头 就是上山的了 天后大坑 跟着就上山那些车来的 这里有个急弯 那所以其实你上车的时候 都已经应该要收慢的了 那接着呢 下来这里 那我们走过一点去看 那对面海那里呢 就有一些游艇各样啦 近啦 因为它是见到那一栋IFC的 那个位置 有那个 那一架叫吊臂车 那但是那一架吊臂车呢 它就 你见到那个 啊 就是那个 那个叫什么呀 那个 那个 景色呀 环境呀 对啦 那个环境应该是夜晚来的 那时候是夜晚来的 那夜晚就更加难看啦 那这车 同时香港的车又多 那跟着 一路走过去 它应该是这头这个位 啊 这头这个位 突然间 走了一架吊臂车出来 那都合理的 因为它通常是 夜晚才弄路的嘛 那夜晚它弄一架吊臂车来 啊 弄点东西各样 那你不回意 那就 中了一招的啦 那个问题就是 你有没有好好警告人呀 设好个Blog呀 让别人看到啊 那些东西 有没有 遵循那个规矩 摆放回好 就是例如这里 那样啦 你有些Road Work的嘛 啊 弄路那些 repair的工程 这个 是 保险啊 哇 古天乐买保险的 我也不知道 信我港场这里 湾仔那头来的 这里 你落斜走过去 湾仔港场 有条桥走过去 那我们这里 对过去啦 你看到Road Work 不过 搞笑哦 这个Road Work的牌呢 有没有朋友仔 可以说我听啊 神人嘛 很多的 就是你这里 就写着Road Work啊 但是应该 这个牌是指示前面有 那个整路的嘛 它后面整的哦 这个 所以是不是快牌 倒转了啊 其实 我 我不太清楚 随便吧 那接着我们继续 铲去前面 那它应该这头开始了 要收慢了 那它又收制不及了 突然间见到的掉臂车 这么鬼鬼似 应该就在中间那里呢 弄着那些 不知道什么篮啊 各样的 放了掉臂车在那里 又或者混过去啦 那这里呢 比较不幸的就是 因为 在7月4号时候 他们可能不意买了机票 又不想取消 各样啊 但是一直应该存在的哦 它只不过是 维持着那个级别而已嘛 美国是更新了 中港澳的旅游警示的 香港是被列作 二级 需要格外小心的地方 而中国澳门等等呢 就同列三级的 所以就叫很多人 重新考虑个行程 美国国务院 更新了旅游警示的时候呢 就建议国民重新考虑 你要不要去的 因为包括存在着 任意执法 禁止出境错误拘留等等的风险 已经讲到非常之 exercuse increased caution 是要非常小心的 而最小心最小心的 当然就是保险公司啦 他们是第一时间呢 会依据这些这样的道理 万一你有什么事的时候 是拒绝理赔的 你是很难可以买到一些保险 就是好像那个新加坡的 Swift Tailor那样而已嘛 极有机会是因为 买不到保险 所以就没来到香港那里演出 而选择了新加坡 尤其是都讲到这么严重了 会对美国公民 和其他国家的公民 做出境禁令呀 你见原来望 被人夹了你就知道了 是不是 也都没有依法公平 和透明的程序的 就是你就只能够 wish your luck from a tiger or lion 就是期待狮子给予你的benevolent 希望对你私家仁慈啦 同时美国国务院就指出 香港政府是不承认双重国籍 这样说 拥有美国和中国 双重国籍的公民 和具有中国血统的美国公民 都可能会受到额外的审查 和骚扰 那我们见到梁承运事件 就已经知道了 是不是 那我们就未能够 推测搭的士的 这几位乘客 到底那个目的是什么 当中呢 有个是持中国身份证 中国国籍啦 不要说身份证啦 中国没有身份证啦 的六十几岁的女士 那到底四十几岁的 我猜是这家人啦 即是你的女童 照道理就应该 和我猜是两夫妻来的 就有关系 至于 另一位中国籍的女子 我就不知是什么人事啊 那她算是 非常之真是不幸运啦 释迹这个旅游警示的时期 Hello Hong Kong Happy Hong Kong 买不到那个旅游保险 都要来Hello Hong Kong Happy Hong Kong的时候呢 那有机会要自费咯 那那里可能所费不费的哦 因为他们是美国公民来的嘛 在香港治疗的时候呢 理论上 这张标呢 就没有这个纳税人 负责他们应该是要给私人费用的 就不清楚啦 当你要给私人费用 香港的医疗其实很昂贵的哦 没有保险赔的话 都挺大哦 那今回和大家跟进的交通消息 就来到这里为止 有在铜锣湾的公众 如果你有目击的话呢 就不妨在下面留言 你有没有注意到 当骑士那里的大概啦 那个交通状况是怎样啊 就是这样这样 好 今天说到这里 겠这道路 没有